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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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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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随被秋风 灭马 江南春雨 心花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千古江山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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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点 黄金起地在爆发后的第八个月 极高平行 但击中南方的大汉王朝 却并没有重挫生计 公元一八九年 十四岁的汉少帝流变纪备 执掌外戚势力的大将和静 为了彻底较平宦官势力 倾心袁绍的意见 命令董卓统军进行 三国这个长达一百多年 混乱纷争的时代 就这样拉开了血 公元一八九年 董卓废少帝流变 离臣流网流邪继位 视为汉宪帝 董卓被白卫相国 权倾朝业 天人共怒 遂激起居国之义愤 遂激起居国之义愤 陛下有旨 找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 臣等恭送董相国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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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恩 散散封 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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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吧 禀大人今儿是司徒王允大人受孕 王大人已在府中备下酒席 请大人负业 好 王司徒请了动作秒 知道了 已经转告司徒大人 老夫一定去敷衍 一定去 一定去 小公公 曹大人 我都等了你半天了 你就没有什么信 要传给我吗 你刚才对所有人 都窃窃私语了一番 却为何不对我说呢 你是瞧不起我曹操吗 太副大人 您看出来了吗 王司徒受验所请之人 全都是先皇的旧人 自然如此啊 在下以为 王司徒此验绝非是 沈大人 好 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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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皇门 为什么把你们都请了去 单单没有请我曹操呢 要知道 我是最敬重你们这些 先皇旧臣了 尤其是最敬重司徒王大人 老夫回答你之前 有一事也要请教足下 请大人示下 正如足下所说 王司徒请兵客 却为何偏不请你曹梦德呀 问得好 既然好 那就请你不吝赐教了 我想是因为 受邀者个个都是出自 名门豪祖 赤寿皇恩 而我曹操在你们眼里 却是烟焕之后 八杂不堪 一个卑贱之徒 怎能与列位尊者为伍呢 曹梦德能把话 说到这个境界上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还有些原因 袁大人真的 要让我都说出来吗 是你要与老夫同行的 同行若不同道 这与行尸走肉 又有何意呢 好 那我就说了 受邀者 各个都是 先皇旧臣 也各个都是 以王允为首的 帝当心腹 而我曹操在你们看起来 却平行清剑 甘伪鹰犬 屈身是贼 诶 足下怎么不说了 你接着往下说呀 你怎么个清剑法 怎么个屈身法 你做的是哪家的鹰犬 你试的 又是哪家的贼 国贼董卓吗 你你你 你想什么 怎么了 袁大人 这国贼二字 不是早就被你们这帮 公卿大臣 喷子碎了牙 臭碎了心了吗 怎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京师皇宫之中 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呢 你们不是把金鸾殿 都视为圣地 那么多道貌岸然的 公卿大臣 都静若寒蝉 胆战心惊 这才让我真正地看到了 什么是尊 什么是卑 看到了尊卑的别样意境 一个小小的喷嚏 却是自命清高者 尽成数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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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强 甚至 婚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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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 阿强 阿强 多谢 多谢 请请请 请请 大人 大人 请请请 该来的都来了吗 回老爷的话 所请兵客一个不少都来了 好 关闭大门 熄掉灯笼 停止奏乐 不要惊动了巡夜的鹰犬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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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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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酒 老爷 有一人自称是 萧继校尉曹操 不请自道 非要给你拜授 曹操 擦满 真是太无礼了 几乎厚颜无耻啊 董卓一进京 曹操就拜入董贼门下 卑躬屈膝 妖宠献媚 简直是丢尽了 世子人群的脸面呀 是啊 开头他还是隔日一朝拜 可是现在呢 竟然是晨暗暮省 紧紧跟随 他实为相府之鹰犬 这个人呢 我看简直就像是 董卓的干儿子 禀司徒大人 曹操此行 必是来替董卓当耳目 打探消息的 是 是 大人 将他赶出去吧 将他赶走 对对对 未必 据老夫看来 曹操这个人 不像是董卓的鹰犬之辈 起码他不甘与沦为慈悲 曹操这个人哪 一向有大志 表面屈凤 暗中掏灰 在心腹之间 恐怕别有所图啊 是啊 大人说的有道理 是啊 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口口声声 是说来给我拜授的 我岂能将贺客逐出门外呢 管家呀 在 在门旁增设一墨席 致小鸡一张 小斩一举 赐曹操入席吧 是 曹大人 司徒大人请曹大人赴宴 带路 请 曹大人请 晚生曹操 恭祝司徒王宫六十大手 多谢 请入席吧 我这曹操太不知事了 他怎么 他怎么来了 曹操卸坐 列位 请 请 卸坐 请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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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位 今天 并不是老夫的生日 相反 是老夫的 祭日啊 祭日 祭日 老夫 借生日之名 把大家拒于寒舍 是想告诉列位 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啊 江山沦丧 日月无光 宗庙徒毁 拒间篡国 天子收辱 君臣蒙休 内有董贼 横行于朝 外有群雄称霸于也 不乎哀哉 不乎哀哉 离崩月坏 甘肠 存断 还有呢 董贼每夜都闯入皇宫 夜宿龙踏 任意奸淫 嫔妃宫女 形同禽兽啊 曹操 曹操 为何失笑 满辈是在笑 满座大丈夫 尽座女儿态 你们就是从天黑哭到天明 难道能把董贼哭死不成 你有何能 出言竟如此轻薄 曹某不才 谈指之间便可将董贼的手机 取下鲜鱼长乐宫门 这 太狂妄 这 这 这是 狂妄 这 这 太狂妄了 来人 在 将 大胆狂徒曹阿满 赶下大堂 逐出府外 下去 起来 走 走 且慢 且慢 司徒大人请听我一言 说 你这个人 虽然虽然渔府 但你府上的酒很不错 你这么渔府的人 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酒呢 可惜 可惜了 扒下去 你下坏的辣酒 可惜 可惜好酒了 还吃 re 群 着 神 曹将军 曹将军 请留步 曹将军 眼皮一眨老母鸡变压 怎么曹阿满又变成曹将军了 事态炎凉转瞬间呀 你这奴才有何话说 曹将军 我家主公令奴才再三向曹将军谢罪 我家主公说宴席之上人多口杂 取董卓投掠之事万万不可言及 所以才扬作大怒 将曹将军赶了出来 这也是为了保护曹将军啊 请将军到书房稍候 待宾客散去 我家主公自会亲来向你谢罪 这倒是颇向王允的为人 好吧 那我就先到书房稍候 不过酒席上的酒 你得给我拿两壶 不能让我哭作 管高 管高 好 孟德兄 孟德兄酒后了 老夫深感不安 仅此再败 深知歉意 司徒大人太过客气了 好 敢问公请大臣们都走了吗 刚刚离去 是才习上人多 老夫不便戏嘘 请问孟德兄真有诸贼妙计吗 当然 请 请 我草草啊 既非卖主求荣之徒 更非虚言欺识之位 是才习间 列位公寝 实在是误解我了 我屈身是贼 实则是为了杀贼 如何杀贼 大人 我已经完完全全地 得到了郭贼董卓的信任 尽管相府假释伶俐 防范甚严 我却可以无需禀报 直达相府的内愿 只是这董卓 那衣里总是穿着一件贴身的铠甲 寻常的刀剑都不能伤他 不知道大人是否还记得去年春上 武府手持利刃刺杀董卓的事 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穿透铠甲 这才功亏一篑 惨遭灭族 那孟德兄的意思是 是 我是听说 司徒大人的府上 有一口祖传的七星宝刀 能削金断玉 锐不可当 对吗 如果大人能把这口宝刀借给我 我愿意怀揣宝刀进入相府 齐进董卓身旁 寻姬徒之 如荼蛛狗 董卓一死 西梁军群龙无首必定溃散 那时大事贪之可定 相府行刺 如此一来 孟德兄自己不也是有去无回了吗 治食魏国除害 岂能顾喜一己性命 如果能把董卓的头颅 挂在城门之上 我曹操便可轻视流影 如果不能 那么挂在城门上的 就可能是我曹某的头 但是即便如此 我也在所不辞 曹孟德 曹将军 如果你真能首刃拒贼 那必然功盖天地 万事不朽 四百年大汉皇朝之命运 此时此刻 拒托付于孟德兄之手了 那我就取刀了 且慢 孟德兄 你以为他就是七星宝刀吗 莫非他不是 请稍候 妈 当时第一的宝刀竟然如此质朴无华 世间奇珍异宝 往往不再其表 三日之内 我要让他名垂青史 雪剑长虹 四百年大汉王朝 我尽托于曹将军之手了 曹将军之手了 是 拿下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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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綦校尉 拜见相公 大人请 你们就不打算搜搜 看我身上带没带兵人 那是对外人的 您就不必拘礼了 大人请 相国恕罪 曹操来迟了 好 孟德来了 好好好 来来来 孟德 我来给你引荐一下 这是我的义子 吕布 自奉先 他是刚刚从西凉引军回京的 吕布将军的威名在下 早就如雷贯耳了 世人云 人中吕布 马中赤土 再加上将军手里那杆方天画戟 真可堪 人间罕见 天下无敌 奉先啊 听到了吗 这个曹孟德这张嘴呀 那才叫天下无敌呢 孟德言过了 吕布不敢当 孟德呀 孟德呀 你怎么才来呀 我都等你半天了 臣的坐骑雷若不堪 因此迟到 臣告罪 你官拜 宵计孝位呀 怎么连匹骏马都没有啊 相国有所不知啊 开春以来 天下大汉 眼下惊师是人断两骨 马屋草料 臣的坐骑快被生生地扼杀了 那可不行 那不成 扼杀了谁也不能扼杀了你 曹孟德的坐骑呀 我有刚刚系上来的西凉汉血马 奉先啊 你亲自去挑选一匹豪马 赠予孟德 遵命 尤拉将军了 谢相国 孟德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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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两个说个话 孟德 咱家问你 你和那个袁绍原本初熟吗 臣和原本初自小相识 但臣和他尊卑不同 袁绍这个王八蛋 咱家进城那会儿就该把他宰了 那个时候估计他名气搭 当时我一丝心软 就让这小子跑出了京师 没想到啊 他今天竟然纠结了十八路诸侯 起兵反我 相国修经 袁绍徒有西名 绝无大才 十八镇诸侯也绝不是西凉军的对手 相国只要前吕布将军 率三万铁骑 定可大获全胜 那是 那是 我除了李凤贤之外 我还有李雀郭四二将 他们两个也是个个都有万夫不党之用 杀他十八路诸侯 如同屠猪宰狗一般 陈以为最重要的是有相国你 相国带兵如韩信 治国如萧和 我大汉开国四百年 何曾有过相国这样的惊天伟地之才啊 曹孟德呀 曹孟德 听你说话呀 就是让人高兴 孟德呀 咱家想再问你个事 相国事下 咱家知道 那些宫行大臣们表面敬我心里头是 狠透了我 恨不得把我的脑袋掉到城门之上 你和这些宫行大臣们关系不错 咱家问你 袁绍起兵的消息传来以后 这些个人 有些什么异常举动 太大的动静倒是没有 前天晚上是王司徒六十大寿 恭请大臣们都去赴宴了 臣也不请自趣 想带相国去探一下他们的风声 可是没料到 被他们给插出来了 这些个家伙 真是不是东西 一个一个的做事 是朝廷俸禄养的肥肥胖胖 除了在心里头骂咱家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咱家恨不得砍了他们的脑袋 用他们的肉煮汤盒 不成啊 相国 大凡正人君子 其肉都太酸 是酸 是酸啊 这咱家一想起来 这牙就觉得酸倒了 这牙就觉得酸倒了 洛阳这个鬼地方 比起西凉来那是热多了 你看你看 夏天还没到吗 这就把人热死了 孟德啊 我到里边休卧一会儿 留神相国 s 你的 都ıl可 没有 可能 没有 没有 tactile 不是 不是 影片 有分 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国酷外兵器 诺 臣想把它敬献给向国 拿来我瞧瞧 这是一把普通的刀嘛 平凡之至 怎么能说是绝品呢 向国可否借刀易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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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对 аем 我的天哪 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刀啊 绝了 这真叫一个绝呀 如此宝物何人配用 唯有像相国这样的圣主明君 才可配此宝物啊 孟德呀 你对咱家真是一片忠诚 咱家在这儿谢你了 宝物何人 相国厚恩 臣只恨无以为报 孟德 孟德 吕将军 何为 孟德 莫非你忘了 相国让我送你一批坐骑 你看看刺骂如何 他可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一匹 西凉汉鞋马 可日行八百里 此马如此雄俊 让我骑岂不可惜了 孟德兄言过了 宝马配英雄嘛 在下可否一事 请 孟德兄啊 此马姓烈 若想让他复首听命 非得要有一身英雄气不可 你可不抱我一声是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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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曹操了吗 刚才在府门外相遇了 末将奉命把一匹骏马交给了他 他急忙上马士骑狂奔不止呢 驾驾 草操刚才送给咱家一箭宝刀啊 看 此物真乃是天下绝品哪 血铁如泥 方才就这么一刀下去 你看着没有 这铜镜就被剖为两半了 这刀啊 真是绝品 绝品 义父 末将可否瞧瞧此刀 报道 报道啊 曹操说 它叫七星刀 七星刀 义父 末将听说 司徒王允府里也有一把 世代相传的七星刀 会不会就是这把刀呢 王允 曹操刚才说过呀 王允受诞时 曹操前去拜寿 被王允从虎上给赶出来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送他这个传家之宝呢 不好 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 义父 你别多疑了 多疑 这年头就是多疑 才救了咱家的性命 只要刺客一靠近 咱家就能闻出味了 我想起来 刚才曹操举止慌乱 献刀的时候 手都有一些发抖 还有 他既然是承心献刀给我 为什么不在刚见面的时候 把刀献给咱家呢 所以等咱家在这打瞌睡的时候 他才拔刀呈现呢 要不是在铜镜中闪出刀光 被咱家大喝了一声 说不定的刀 就插进咱家这后背心了 曹操是被咱家喝破了形状 才假意陷刀 来人 相国 立刻传曹操来见我 诺 来者何人 快快下马燕冠 我是消极校尉曹操 相国差我有紧急差事 快让开 出事通牌 让末将瞧瞧 时间紧迫 如果误了相国的差事 你不怕掉脑袋吗 快让开 报 我 你不是 曹操 unit 还在哪里 你得 义父 末将请命 亲自率领铁骑 追捕曹操 奉贤啊 你挺喜欢这把弃刑刀是吗 末将曾敢 我是问你喜不喜欢 不是问你敢不敢 直说喜欢不喜欢 末将 喜欢他 他就是你的了 不过咱家有一个要求 你要亲自用这把弃刑刀 割下曹操的手机 遵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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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走 驾驾 驾 詞曲 李宗盛 大蒙芳絕 山川依舊 古沾長生 幾度春秋 路沒有頭 情不能守 劍點平生之微愁 情配珠酒 要把話說透 天下英雄 誰是日日的首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 風流 不是空 也不是藥 一粒陰魂到永久 不是君 也不是藥 往來在人間 與天地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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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